好 那我們回到台灣郭文財 我們現在先來討論到的是 媽媽姐雙失命案 那麼剛才講到這麼多的疑點是 家屬現在沒有辦法能夠理解 因為沒有查嘛 所以它是疑點 像剛才聊到這個現場都沒有重新模擬 就是很大很大的一個疏漏 但是現在呢 明天加開一庭 27號還有另外一個辯論庭 我們最後來請教律師 再多開兩庭能夠有什麼幫助 這個案子本來是要截掉的啦 然後呢 就是認為說已經 而且昨天那庭是加開的 應該總共加開三庭了 本來是認為說 已經這個調查證據都已經充足 市政已經明確了 法院認為說 他的判決書就這個犯罪的情節 疑點都可以做交代了 但是好像是說 現在謝一涵他提出的就是說 他要提出新的證據 證明說他良心未明 然後所以就是申請這個 當初給他撤謊的林固廷 然後證明說他確實有落淚 然後證明說他良心未明這樣子 那其實按照這樣的 如果說昨天這樣的 已經這個調查就這部分調查證據完畢的時候 那大概其實可能就只是在詢問一下對於這個調查證據的結果有沒有意見 那可能就可以直接做辯論了 那今天可能今天聽到的消息是說 還要再加開兩個辯論庭 所以很可能我們的一個懷疑說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新的這個試證 或者是說檢察官 就是家屬對這個家屬的這個質疑 那可能檢察官是不是要提出這個新的這個證據來調查 或者是說因為目前我們好像也沒看到說被告這邊要提出什麼樣的新的調查證據的這個申請 所以可能這個部分就是變成說檢察官這邊還有沒有新的這個證據要調查 包括說對於家屬的這個質疑的部分 那檢察官你這邊是不是有什麼要補充的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會變成說是不是接下來兩個辯論庭所要這個 釐清調查的部分 是所以接下來還有兩個辯論庭 那能不能夠釐清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然後鎖定中天新聞 那釐清不了還會繼續再開 當然也是鎖定中天新聞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看到其實就講到媽媽姐這個命案 跟我們這幾天一直在討論的洪仲邱亡死案是不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相似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呢 責任全推給那個死掉的人了 被害者都推到那裡去了 然後在這裡呢 檢方的證據力的一個從一開始的蒐集以及調查也通通是一個不完備的狀況 所以洪案到今天第42天還在這裡膠著 我們接下來就請現在加入我們討論的這個資深的軍事評論員張永華先生 我們請永華哥我們就帶大家來看到說 好那這個案子呢 洪案的部分今天應該講明天8月5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軍法的分水嶺 那大家就要看那現在要提的抗告怎麼個提法 那麼已經講到了明天就要移審了 抗告還是會提軍檢未來就提到最高法院去讓最高法院這邊來做裁定 所以移審出來之後另外一個開始還是其實會早早更加結束更早的結束 其實他抗告他抗告你要看軍高檢結不結束 軍高檢就是軍審軍審他接受然後就是移到那個桃檢 移到桃檢 移到桃檢但是那我跟各位講這個抗告我並不樂觀 其實非常簡單第一個重罪的陳玉勳你都沒有積壓了你其他人如何積壓 第三個更不可能 因為現在就是說你積壓的條件四個都還存在嘛一個是重罪一個是逃亡一個是勾竄一個是滅政嘛 軍高檢自己查說沒有人為因素沒有人為因素那就機械因素那既然機械因素那就沒有滅政問題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於抗告不宜太樂觀只是軍高檢他近人事而已他所謂近人事就是說反正最後一次也也要演到底 所以軍高檢他能夠用的方式現在就剩下最後一項待會律師可以詳細說明就是剩下滅政 可是滅政也沒有人為因素的話這四項因素都不存在很可能沒有辦法積壓 是 當然說那個錄影帶這個滅政已經是就這樣子桃檢山查完了但是有華哥總還有別的政被滅掉 但是這個部分還是因為軍檢沒查所以他就不會成為是滅政的一個方向 軍檢查了都沒有用各位也要知道洪仲秋案正式啟動是7月5號 然後7月7號是陸軍總部調查 可是各位想想看我們是7月8號講7月9號我第一個是點出關鍵人物 那軍高檢什麼時候介入各位曉不曉得我算了7月15號 好晚喔 7月15號距離7月5號10天 那我們現在把日期統統都排了下來7月7號一次滅政7月9號一次滅政7月13號一次滅政到軍高檢要進入去查的時候 各位曉不曉得連五四二旅的錄影帶他滅政錄影帶都沒有去調 好 我們就鎖地待會一五零零台灣共和團繼續來談